我们家里都会经常去拖地 但是拖把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得是又脏又黑 不仅地板没有拖干净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下面就分享一个 如何把拖把清洗的 洁净如新的一个香蕉罩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给它准备一个盆子 然后往里加入一些实用的茧 实用茧不仅有很好的去污效果 而且清洗过的拖把也会变得柔软和蓬松 但是实用茧加上热水的时候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加入几滴洗洁精 洗洁精有助于去除上面的不够 然后再加入几滴白醋 我们给拖把杀杀均 最后我们再加入几滴风油精 风油精有很好的清凉凝绳作用 这样空气也会变得非常的清新 然后再加入热水 现在用拖把在里面泡上它20分钟左右 等到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盆里的水是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用过四五年的旧拖把也能很轻松的将它清洁干净 我们可以四五天就这样给它泡一次 然后呢不光干净清洁起地来呢 也是非常的省事 如果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请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给我吧 记得订阅和分享哦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